這班人是怎樣 在座很多徽賓我認識的不多 因為我對政治不是很熟悉 你看我戴黑色的口罩 我要戴有顏色的門別人會誤會我是哪一個黨 那你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我的名字去找 有禮物了 這個要禮物嗎 要要要 都舉那麼高了嗎 我一直不舉 等一下會給你禮物 因為我的名字很特別 所以才選我當最任的理事長 那這個理事長沒有其他的優點 就是一定要有傳到手冊 所以我那個會裡面只有我有傳到手冊而已 所以我就當選 我也擔心這一場可能沒有幾個人會來 我說如果現場如果來三四十個已經了不起了 我看報道處那裡 有九十七個人 那還不錯啦 那陸陸續續可能還有一些人會來 感謝大家的支持 好 那現在 各位來這裡我想 你對書法一定是有興趣的人對不對 沒有興趣的人舉手 通通也很有興趣對不對 好 那這個寫書法呢 其實 沒有那麼神秘 也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呢 當我的學生呢 我告訴他答案以後 後面都會加哪一句啊 很簡單啊 就是 都是很簡單啊 為什麼很簡單呢 就是 女不曉得答案 當你知道答案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會了嘛 可不是嗎 好 所以 有關於這個書法的東西啊 我個人 我個人 從三十八歲才開始學書法 我這 從三十八歲開始前面四年 我是迷迷糊糊的 什麼叫迷迷糊糊 前面的四年 什麼叫寫書法 我通通 你知道嗎 我是亂寫 拿著換本拿來就寫 自以為了不起 自以為是 所以我這認為我寫得很好 我們差人家太多了 所以呢 就引起我的更大的好奇心 然後呢 後來才找到一個方法 哪一個方法呀 一定要去找 比我們厲害的人 這一點務必各位要記清楚 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呢 你是單割了你的 那個學習的那個流程 然後你會怎麼樣呢 越顯 挫折感 越大 然後 十 而 一個不放棄之間 你一直在那裡 排回流連 所以我想說我們寫書法 最主要的動作就是什麼 我以前走過的路 我想各位現在也同樣跟我相同的路 所以我那個時候很苦悶 我說書法怎麼學呀 後來要找老師 那找老師這是最重要的 好 那現在我和在座的年輕的 40歲 這個一個真的40歲的 他一個假的40歲的 哈哈哈哈 好 那不錯 謝謝你 因為現在大概在學書法的年齡層 普遍的來說 普遍的來說 是不是年齡就比校偏大 不是的那一種對不對 所以你在經濟不予虧乏的狀態之下 你要求的 不是只有溫暴 你要要求的是 你內心有所悉透 你們內心有所悉透 東西可以依附 好比是一個飄品啊 那個浮品在水面上一流 他就走過 過來我跟你講 前面不要擋著肉的面 休息吃 老子 麻煩你上去 好 然後什麼 那個 靠過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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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你過來這邊好不好 誒好聽啊 誒好聽啊 來來來 好 prophesy 我怎麼樣 我來耳鼻子 來來來來 她來來 來來來 坐在上 我覺得 deploying 他的ider 她們放在你 誒 那個 especie 要走 那個 你想要下來 要去 你過來 是要去 那紅色的小姐靠近一點 靠過來一點 篇幅太爽 每個人都 還有那綠色的小姐來前面這邊 綠色的 你已經剩下了口罩 好 可以 謝謝 好 來 趁緊一點時間 先拿來 好 好 微笑喔 微笑喔 手不要動 大家不要動 微笑就好 好